其实CRPD就像刚刚主持人一开始在说的 CRPD呢这四个英文字 事实上是联合国生意障碍者权力公约的缩写 那刚刚主持人也有讲过 就是这个生意障碍者权力公约 本来是由联合国大会在2006年通过 然后在2008年呢 取得了足够国家的这个批准 它后来就开始生效 那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那CRPD之所以会跟台湾发生关系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2014年的时候 在非常多民间团体的这个压力底下 那政府呢就顺水推舟的立法院 在2014年就通过了这个所谓 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的施刑法 让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也就是CRPD里面有关于 能够保障身心障碍者具体权力的那些事项呢 在台湾就具备了所谓法律的这个效力 我觉得台湾的几个法规里面 虽然林民总统写了很多 甚至有一些委员会觉得台湾已经是独步全球了 好但是我觉得里面就少了一点人的基本的概念 那因为你如果回想到就是说 身心障碍者的角色来讲 他有不同的障碍或者有不同的形式 你就会理解说那应该要做的 还是会回到一个人的行为里面 然后这是他的基本权力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所谓的调整本身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根据一个特定的 个别的身心障碍者的需求 可能去改变或是修改 你平常提供服务的方式 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平常的工作者 你是做一般的比方说电脑文书的处理 那可能公司通常提供给你的就是一部平常的电脑 可是今天如果你是一个视觉障碍者 又或者你的肢体的运动没有那么的方便 比方说你的手指相对无力 那么如果你人就要在这家公司里面 担任文书处理的工作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雇主很可能就有一个义务要提供给你一个 比方说你能够用语音 来控制的这样子的一部电脑 又或者是说 如果你是眼睛不方便的人的话 那可能我就要提供给你一部盲用电脑 好让你也可以去旅行 在这家公司做文书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资讯无障碍 我觉得这一环其实在现有的里面应该要一直被强调 而且我们讲公共政策有时候在电视上这些没有收缘没有文字 这个应该是还必须要再去努力 那最后一个就是服务 我觉得这件事太重要了 因为因为以往大家都从建筑物硬体的概念里面去看 服务的概念我们其实一直没有去思考 所以相关的设施服务等等这些 其实应该都都照西RBDA的精神应该要被落实 如果有些部分没有规范到 就是像怡皮刚刚讲 你要怎么去做合理调整的概念 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几个部分都跟其实我们后来 其实在推无障碍里面真的有蛮大的关系 其实我们在推无障碍遇到的大小单位 不管政府或民间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前面都非常不顺 因为大家都会讲这个 就不用受训练喔 他都会讲出来说 诶这种建筑已经三四十年了 然后我们也很有心 可是这限制很多等等 可是当沟通慢慢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开始会讲他遇到的事情 他说其实我家里有老人 然后其实我们家族也有障碍者 我觉得其实都真的都有 然后只是很妙的是 一开始大家都没有连贯过来 然后觉得 但是一旦他开启了明白这件事的时候 然后他才会愿意把他家里也有 然后淫法族行动不变的朋友 或者是生意大爱者 然后贯穿了之后 他开始很认真的去一起推动 我们在推很多的 不管户外 这些风景区 其实都有遇到 所以我觉得障碍事例很重要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倡议嘛 那其实所谓的倡议他不是说你一定要 比如说站上街头或什么 你其实在生活当中 你只要出现他其实就开始在发酵了 对任何的场合都是一样 就像我们上一集节目当中 我们访了那个Kelin他就是到了那个露营场地 所以露营场地的那个就是执行 就是他们的那个老板嘛就看到了之后 开始改变他的露营场地有那个无障在厕所 其实只要你出现 就开始有一些发酵的作用了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多多的出门 然后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先不要设限太多 当你出现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发现那个改变就开始了 好吗